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刀塔尔直播比赛解说 我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 MDL成都Major特检赛的比赛 小组赛TNC对战以后我们双方B.O.3的第二场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TNC是拿出了水牛组合 水牛组合加阿米尔的中单帕克 然后选择给Tims拿出了一个先知 这样的话是三号位的剧毒术士 而E-Home这场比赛则是拿出了一个外队的光法 非得了一个CK加中单卡尔辛勤的四号位天诺和三号位FSPN的兽王 这场比赛 TNC的这个阵容比上一场比赛看起来可能 给人的感觉可能还会更顺畅一点点吧 因为这个 单纯的就从阵容上来讲的话 我个人感觉这样比赛可能更好打一点 因为E-Home的这个阵容又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对于比赛的节奏要求的比较紧凑的一个阵容 不管是这场比赛的中单卡尔还是 因为编路的话 你放的是这个兽王加上CK的两个大哥位 兽王配中单的火卡 这个是历史很悠久的这么一个组合了 但是当时的辅助位通常情况下会选择再搭一个VS VS的好处是他可以和兽王形成一个双光环的配合 那么同时VS可以提供一个减甲 加上一个稳定的控制 指向性的稳定控 那么这样的话可以确保自己的一个 卡尔的天火的成功率 那么卡尔的天火找成功率有保证的话 那么卡尔的作战在前期的一个经济就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积累 那这个是兽王搭卡尔的一个核心体系 当然这场比赛他们选择是拿了一个兽王加上天怒 兽王天怒的这个组合的话也可以 这个呢是类似于府王或者是军团 这场带控的这个强单比控的英雄 这个眼这个眼过来做的时候还行 因为这个树人当时应该是在这个 这个树人这个地方过来掏视野了 但是由于是光法站在这个高台上面 所以这个树人到底是因为这个视野被打的 还是被这个光法的视野在高台上提供的视野打的 现在他们不太好确定 但是至少给了TNC待会儿过来摸一下中路的这个眼的一个可能性 外队这个位置被发现了 外队这个地方也是被同样的方法 但是外队这里要交一个一血 这个有点尴尬 这个光法这个英雄没有办法 前期护甲太低了 光法是一个前期非常非常非常容易被击杀掉的英雄 他的他在前期唯一的生存手段是他的高移速 非常高的一个移速 这是他唯一的生存手段 这个神符 这个地方是先知拿到了 这类的这里并没有能够抢到这个神符 这样的话双方各自拿两个神符 而且这里要被打掉一个大药的血量啊 几乎是 被打掉了400血 那光法交掉了一血并没有能够去 而且这个眼也白插了 他原本的计划呢是什么呢 我走到这个就是走到这个树后面啊 走到这个树后面 然后过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 你如果在这个地方做视野的话 你可以在这打到我 他还是被打到了 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开视野的是对方的这个帕克 而并不是对方的眼 实际上对方的眼是放在了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的眼的好处是不会被站在这儿反掉 这个前期一开始的时候 双方在这个插眼和反眼工作上面是一顿的勾心斗掉 这下路先知这个点 这张比赛TMS是打了一个4号位的先知 5号位的神牛 这个版 这个版有点小尴尬 下路的这种钢三打起来的话 其实对于CK加上光法加天怒的这个钢三的话 强度还是有的 但是CK一级加的是这个暴击 一级加的是暴击 天怒一级又加的是减速的话 这个强度就要弱一些 那到二级才能搞事情 这个就需要一些时间了 因为到二级的话 钢三三个人全站在线上 这个升二之类的 中路的兑现的是帕克去打卡尔 帕克打卡尔的话 这个补刀在前期至少在五级之前 卡尔这边是不可能占到便宜的 而且帕克打卡尔的话 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 卡尔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 能够去压制住这个帕克 前击卡尔保证努努力 保证一下自己的这个 尽可能的保证一下自己的这个正补 混线就可以了 第一后我们这个阵容 是一个是一个二级的 叫杀能力比较强的阵容 但是对方这个阵容 说实话二级叫 二级的这个叫杀能力并不弱 不是说对方这个阵容 二级没有击杀能力 等级后现在还没有收到二级 那么先知这边现在已经收到二级了 谁也到二级 二级这里光法 光法的这个血线又是有点危险 还好光法这英雄前击 真的是唯一的优势就是跑得快 只是这个时候去承受这点伤害的话 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正路的卡尔普刀被爆呢 这个纯粹就是英雄的问题 然后这一帕克有想法了 这个地方这个操作呢 是大家可以学习一点的 给大家这个之前有观众 给我提供的一些素材里边 也有过去类似的操作 我们先等一下 下路这里漂亮 CK这个地方是靠着光法 一个非常漂亮的质王之光推回来 但是中路的卡尔这个血线 是被压得很难受啊 刚才这个地方 阿密尔有一个很漂亮的操作 是什么呢 就是当这个兵线比较多 并且压到对方的这个 二打后的时候 这个 你可以选择去利用 帕克这个地方沉默 要被对方秀了 漂亮 卡尔这个地方反杀 完美 还差一个平A 这个地方阿密尔还差一下 哎死他 哎这出了个密死 我 这就没办法了 这就没办法了 就是说当兵线的压过几以后 你这个时候如果兵线的仇恨 是在对方英雄身上的话 你可以选择开一个塔房 然后这波兵线直接压到 这个一塔后到二塔中间 这个位置 看着神牛这里一个板 水人身上的遍体攻击还没有给到 这里打上来还差一下没死 还有五个魔伴漂亮 这个位置还有五个魔伴 中单阿密尔这个地方 给上一个沉默 再一个平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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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一个F 躲一下 这个时候他要考虑一下 躲卡尔的缺风了 下路这个地方 因为中路我们在看这波对线的时候 下路这里最终神牛 是被击杀掉了 两人都说暂时是2比1 以后我们领先 这一个人头中路 这里阿密尔 哎呦 这个地方 开尔还是没有能够顶住 阿密尔的这个进攻 这样阿密尔应该是送塔了吧 送塔了 因为状态已经空了 他在在线上狗着 没有任何的意义 没有任何的补给 还不如直接去自杀 比如现在现在有14个魔伴 他可以选择把这个状态 转移全面 然后直接把这个魔伴一刻 找击粉 自己状态基本就满了 阿尔的中路现在已经被雷王的帕克压了两级了 一级多 接近两级的一个等级 这里上路 KB现在二级的这个蛇伴 他这个二级的蛇伴这么乱插 其实挺亏的 KB这个做法 KB这波感觉是要出事 应该是出事了 不是要出事 是一定出事了 可以找猪跟着点就可以了 直接A死 这波CK跑上来搞事情 这个还是有点厉害的 这里先知飞过来以后 神牛一个板 封着路了 这时候卡尔 给帕克大招定住 切个隐身 撒一把粉 还差一轮合击 哎呦呦呦 光法 这一个职忙职光 太漂亮了 这里中路的一塔要强拆 中路的一塔是准备直接强拆掉 看有没有机会反补 开了一个塔房以后 这块有车 有人 一轮合击 最后是阿米尔拿到这个塔 神牛还在附近 让他六分钟 把中路一塔给破掉以后 帕克我们现在中路 继续保持着一个 先上的优势 而且这里是提早 做好了一个进攻眼 但是这个眼是被看到的 应该 只要有调查的话 应该是知道 你在这里插眼了 没有看到有人打信号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 心里有数了吧 这帕克挨了两个平A 用F躲了 其中的一个 现在卡尔身上的装备 还看不出来 他打算做什么 因为前期补刀被压得点惨 到现在位置只有22-6的 这个正反母 这个正反母 确实是有点太 太少了 有观众问 在问这个 为什么不送野怪 而是选择送 啊 因为送野怪的话 是按照六级的复活时间 去计算 复活时间太少了 哦 漂亮 这拨帕克要没了 nice啊 nice啊 这个地方帕克冲进来 这拨白给了 这时候剧毒树 身上应该是已经有了满级的蛇蚌 拿这个蛇蚌 再不停地往这个塔下再插 这个就让CK拉回来 给上一个瘴气 开分身 解掉 然后一顿合机 但是现在的控制技能 已经交过了 这里还要往树林里面再追吗 KP直接往上走 磕达药 应该是找这个转头 拿这个 哎 蛇蚌没封住 那接着往上走 接着再找更窄的地方去封路 这个地方往下绕 封住了这个路口 但是没有办法 CK还在追的 最后这波KP还是被击杀掉了 那不得不说 以后我们这个比赛过程当中 对于KP的针对 一直做的还是比较成功 这里神牛过来 把对方的一个高摊眼 给反掉 自己又是挣了132块钱 现在水人的经济 暂时是跟CK 兽王帕克 四个人是并列第一 卡尔跟剧毒两个人 日子过的都是比较僵硬 菲斯边这场比赛还是很肥啊 兽王肥 对于以后我们来说是个好事 因为菲斯边这边只要肥 他就可以把这个线带出去 感谢你是年少的欢喜513大佬的办卡 看看这里卡尔给上一个极冷加磁爆 加锤风 一套技能消耗一下 不过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效果 剧毒术士这边身上是直接裸了一个飞鞋 还有KP这个装备有想法啊这个 这个三号位剧毒术士裸 飞鞋还真是有点东西 但是剧毒这个英雄 并不像宙斯那种英雄那样 打一套技能以后 需要去这个回家补给 也就是飞鞋的这个补给效果 对于他来说的话 收益并没有那么高 这里收王是往树林里面 扔了一个鹰 确保你树林里面 在这个位置是没有人蹲的 就是剧毒 查一个蛇蚌 看到了CK 但是剧毒出个飞鞋的话 比较恶心 那些事情就是带线 这个地方神牛可以考虑给一个板 然后去抢服 但是好像是不打算这么抢 因为对方在下路这人有点多 给神牛一个板 这个板并没有能够封着路 这样的话是选择各自控自己 烈士路双服 然后随时在这里呢去挨 这个地方心情是找到了一个先知 完成了一波单杀 这波单杀给出来以后的话 这个炎也就暴露了 看看中路隐身服了这个帕克 对方的天怒法师相比赛还是挺可怕的 这个点 对水人也有不小的一个压制力 这里像反驳没有成功 最后还是被水人拿到这个神符 阿米尔则是去把自己身上的这个 赏金符给吃掉 这里KB在树林里边 这个地方应该是发现对方了 CK拉一下 树林里面还有一个神牛 这里一个板给上去 再过来拍个地板 留一下 KB往回跑 在等技能支援过来的队友 已经是击杀到了后排的Face边 这里再给上一个分成面杀 帕克手里面的大招之前已经用过了 这样留不住对方的混沌骑士 还好这波CK跑掉了 但是这段时间CK也是在变质班上想办法进攻 那么自己的经济现在并没有能够追上了 反而是对方的这个剧毒术 就是依靠着飞鞋再加上TP不停的进行一个补给 还有混线 把自己的经济现在追的很快 3800的经济 但是他下一条装备准备出什么现在看不出来 他现在是满级的毒刺满级的蛇蚌 没有加大折一级的瘴气 装备方面在飞鞋以后又准备是去补第二个护腕 没有出大窃的准备 帕克第一条装备肯定是要出纷纸面纱的 这个是他前期能够最有效提高自己输出的一个手段 至于水人的话 这场比赛因为走的是一个水牛组合 所以肯定还是要尽早的去出一仗 但是看他的这个装备 似乎也是先做了一个单刀 先做了一个单刀 然后呢有一个吸血面具 加上单刀加上膝带加腿 然后先出纷身 再做这个肥胀 当然他先做分身这样比赛是很正确的一个选择 因为对方有天怒 如果不做分身你也得做BKB 反正这两个二选期你要做一个 那么从前期的角度来讲的话 分身这个道具更加适合帮助他快速的去刷钱 这个地方Amyr是拉一下野怪 然后利用这个野怪的走位呢 一个线上的波 直接把野怪清掉 顺便再过来用一个满级的心血之痕的兵线清掉 这样双方从团队经济差来看TNC 现在领先着3000块 卡尔这个点 这场比赛现在还是暂时没有什么作为 而且这场比赛 因为他配的是给双 配的是一个天怒 那也就是说不需要卡尔的天火支援 给TIMS的先知 TIMS的先知这个地方跑得是比较快 这波开悟好像是有点困难了 想要抓到这个先知 可是现在身上的装备 快要做出来自己的分身了 耿轴已经买出来了 耿轴买出来 他现在就是在野区不停的去混就可以了 以后我们这段时间呢 是想要去推推塔 把中路的一塔想拔掉 卡尔这波这个出帮磁爆 KP尴尬了 蓝炸空 这波KP可以考虑把这个魔伴吃了 然后直接TP回家了 没有TP回家 选择吃魔伴以后 在线上接着插舌伴 就插了几个舌伴 把这个兵线推出去就不用管了 神牛这样的比赛 作为一个5号位神牛的话 没有什么梦想 基本上就是把自己的板放好就行了 先知这里被对方抓到 能框自己来得及吗 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 飞泪的这里是推到对方下路的一塔 然后先知这个地方是被抓死 稍微找回来了一点场子 把团队经济拉回来了一千块 但是水人和帕克 一直没有受到什么像样的骚扰 当路的这个卡尔 看看带反引 没有带反引 没有带反引的话 还是有点难杀的 这变成了卡尔 吹风给上 没有反引 安妮这个 这个水人变成卡尔 给上一个吹风去定了一下 这个操作还是很漂亮的 还是没有反引 看看有没有 结果留住这个帕克 吹风 这个地方没有中 那这样啊 天怒追上来就没什么意思 神牛跟自己 神牛这里是开悟过来 我插了一颗真眼 如果对方再往前走的话 我就可以给板了 找他的板给上去的话 谁走在第一个 那么就可以配合这个帕克 要跟水人两个人的爆发 直接秒一个 毕竟在这个阶段 大家血量都比较低 CK第一件装备 这里留住了一个神牛 漂亮 这个是神牛准备 利用自己的板呢 来尝试一下抢这个神符 但是计划失败了 没有抢符成功 还交了一个人头给对方 让团队经济呢 稳下来了 再把这个符吃掉的话 团队经济应该就平了 看一下这边 诶 等会儿 我看这好像动手了 这里动阵身 卡尔这波自己拉断了梦境了 那没办法 他不拉断也不行 对方来的人有点略多 四个人都是志愿到了这个位置 看一下VG对Alanes 目前是一个平局 不知道第一场比赛谁输谁赢了 双王在下路带线带的还是很舒服的 这场比赛双王的英雄就是这样 这个优势局带线 烈势局带线 军势局还是带线 带线把你的人牵制回来 然后直接回家再多打扫 再加上自己的这个控制技能 牵制你 这里先知又是招了一大堆的树人 或者这个先知的打法好眼熟呀 这个先知的打法好眼熟呀 我怎么记得我好像给大家出位置视频就是这种打法 只不过我那张比赛的那个先知还是个还是一个忘了这个三号位还是个几号位了 比他这个恶心 好像也是个辅助位但是我打的比他才恶心 我出的是个隐形锤 出了个隐形锤加上一个小约瑟这个死灵书 然后就是不停的跑到各个一塔的地方飞过去给赵博树人摇个隐形锤然后就提币回家了 你看推了 你看推掉了 当然我那种逐流打法只是和大家一起开黑娱乐啊 因为我那种卡尔是这个卡cd 那种先知的卡cd放大的 卡cd放大我兵线推上去然后哪个哪路兵线到了对方的塔下我就飞到对面这个塔旁边的树林里边摇个隐形锤 摇一个隐形锤然后就跑有机会开树人就开没机会开树人我就隐形锤然后直接tp 然后再等下一个路标 这个扫描扫的很准啊 天威这波 这些人这个扫描用的是真的漂亮 这里哎这个幻象骗掉了少王的大 nice啊 这里还被嘲讽了一下神球给上一个板板了一下这个卡尔看看先知 框一手混在这里赶紧砍出出来 另外一侧天独一套技能打到这个帕克身上 这个帕克推推F躲掉技能 第一时间没有死 看有没有卡尔的天火之类的东西 卡尔有火吗 有一级的火伤害不够 伤害不够 那说VG和兰斯是第一局是吗 好吧 这个先知 这个先知树林里面被发现了 先知 呃 这个 抱歉光法 哇 被发现了 先知里边传过来以后没有留住 没有留人技能 先知里边 你看这就出的是微光披风 对吧 这你要是 你要是出个风胀 对不对 第二 ck这个地方逃不掉了 他出一战的话 逃不掉了 这个哎 这神灵队也交一大招 不过少有点老费了 但是这个人头拿的还是很尽碎的 三级的乔瓦图腾直接是拍死了吧 这个 ck 这里水人 看到了卡尔 这里变一下卡尔吧 火朗形态上来 帕克的一个技能给上 这里卡尔给了一个急冷 加一个大骨灰 那么上面这里有没有 呃 天独的技能并没有能够留住 而且剧毒身上是有一个推推的 剧毒让米赛第一架出完飞蟹以后 发现对方有一个天怒 加上这个 射王的组合 就选择做了一个推推 帕克这里有留 看到了一个光法 一个法球飘上来 那光法这里 依靠自己的一个移速的优势 再加上这块有一个高台的眼 在这绕树林 把这个帕克给绕没了 射王这里是吼住了水人 水人提前开启团 主线用波浪形态 直接提p开溜 那这样拿双王没技能 你看这时候你要是有一个隐形态 哈哈哈哈 可是现在身上的装备的A杖呢 是差的多了 不到一半 刚刚是阿托斯住了 他偏大了 刚才你应该说的是这个位置吧 那个位置应该是 他的阿托斯和大招是同时给的 但是对方提前回头了 等于是阿托斯在飘的时候的那个弹道 阿米尔这个地方是 直接跳进树林里面一张TP 但天怒虽然找的位置很正确 但是第一时间没有看到 如果他第一时间走到这个方向的话 如果能从这儿过来的话 阿托斯是有机会能定到这个帕克的 然后我们就露了一个人头啊 抱歉 对不起大家 主要光法实在是太脆了 李先知飞过来以后发现了对方的CK 不过这个CK身上是有一个捕刀斧啊 这个其实是留不住的 这批里边工具人 这场比赛选择是出大勋章 这个大勋章有啥用啊 出莲花呀 这场比赛 出莲花出林肯都可以 出大勋章应该是为了针对对方 那个混沌的合击 戴尔护甲针对那混沌的合击 还是有效果的 莲花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莲花可以帮自己的队友 去解决一手对方的沉默 尤其是天怒这个集 这块剧毒设施撒了一把粉 那卡尔这块给上一个triple 这里剧毒直接推推出来 他的满地是棒子 15级选择是 瘴气激动英雄召唤两个守卫 这场比赛只要拖到25级 没法打呀 我说 千万不能拖出25级剧毒来呀 这玩意 我要是这个剧毒我出点金了 真的 我把这玩意就卖了 卖了出点金了 这场比赛 出个点金直奔25级 三倍蛇伴守卫 出个点金 然后开始玩25级狗 哪怕什么装备都不要了 就狗到25级 有这个三倍的蛇伴 加上瘴气击中英雄 两个蛇 蛇伴 出个以太 齐活了 这场比赛 没有梦想 满地图的蛇伴 卡尔什么装备 卡尔大骨灰啊 香味大骨灰啊 他一共就6600块钱的经济 你还想要有啥 这里神牛给一个板 然后先知这个地方 可能也没有了 这两个人的话 没有什么旧的必要 因为不可能就能赶来 还有想反打的意思吗 这里咖啡的水人 已经是 哎呦 这已经是变成 这个有一张 哎呦 这还差一强 哎 这技能 这尴尬了 这尴尬了 双王有大的 哦 水人又没落 水人又没落 水人跳走 哎 跳走了 这个地方看一下 水人又是转回来 以后又被给了一个大坤 被秒了 漂亮 另外一则这里 剧毒也送了 TNC白给一波 怒送一波团灭 水人的A仗 水牛第一波 白给了 剧毒树这边 选择了满活 因为知道你要打入山 不会让你打的 这边 他哥过来 先清一下幻象 双倍成福 吃一个 把这个幻象清掉 白给 这个水人 25级 大棒 插大棒子 25 7 对人 这里一套技能 漂亮 直接秒吗 没有秒掉 伤害还是不够 先这边有个威光 披风太关键了 没有这个威光的话 这一套技能绝对够秒的了 哎呦 这天度难受了呀 这原本能单杀的英雄 没有一个杀得掉了 现在 这王现在是三级输 加跳刀 三级输 加跳刀 加上这个积品的话 其实现在 Face边的单杀能力 让你抢的 居住说 现在还是只有15级 好在这段时间 剧毒一直没怎么升级 这还是个好消息 NC 如果要是想打盾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 E-home的机会 这是E-home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看一下这块 呃 在卡尔迪买呀 在卡尔迪买呀 这肉酸不能给啊 这人说 可能是觉得对方 现在水牛强势期 不想跟那方硬刚 所以帕克上来 给让人家沉默 一个把球过来 但是你这个冲上去 我怎么觉得有一点 不大慎重呢 看看先知 传过来以后 这瘴气刚才也升上来了 这个地方一套技能 直接秒掉一个帕克 Nice 根本来不及救 水人跳过来 直接秒掉一个兽王 这个地方 水牛交了一个大 但是一个大招 等于实际上是空的 这个水人完成一波三杀 另外一侧 看这个卡尔 过来以后 一个大棒子 卡尔迪完成一波四杀 再跳过来 这块一个CK CK这个地方选择 是开启了BKB 但是水牛的 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的 还要往上跳 跳过来以后 被晕住 Nice 三秒 活下来了 这个就是想拿一个暴走 这个 就是要拿这个暴走 但是没拿到 这样呢 等于实际上是被水牛 这个打了一波五杀 被水人杀了五个 但是没有让他连上这个暴走 这水牛跳得太远了呀 这水牛跳得太远了呀 我活下来了 我活下来了 说的是水人 别说CK了 咱们这有没有指定的主语是谁 专业主 这个光法 这个位置 这个光法跑得快 我跟你说 这个英雄 这个英雄 这英雄一缩是狗 哎呀 这里神牛 北对方的石油龙 发现了 但是说发现不止一头牛 说好的单挑 这两头牛 哎 这个水牛过来的时候被风吹起来了 这里给上大骨灰 加急冷 背光屏风抬一手 这里水牛跳过来 哈克这个地方是拉断了 撒里巴粉 撒到了吗 撒到了 撒到了 这里神牛的技能基本全空 变成水人一个平A直接一死 伤害太高了 我估计强化图腾的下个版本 应该不会继承回水人本体了 应该是不会继承回水人本体了 这个继承水人本体的这一段 伤害实在是太高 这三秒一个一千多的平A 这你俩遭得住啊 当他上路高地就这么轻描淡写的 就不就推了啊 方法直接给一个拨 拨过来 水人这个地方 无所谓 水人身上还有盾 三个小秒后排 但是瘴气加微光 这里BKB开出来以后 水人出来先秒女子的臭酱油 这个地方教教自己的肉山盾 天怒这个技能给的时机还是非常好的 看来有没有机会 出来以后再找一下这个水人干嘛的 水人这个拨身上还没有BKB KB在这个地方 在打对方的这个球 这个球消失了 没有被打掉 但是上路的这个远程兵 还是被拆了 远程兵被拆了 水人回来开始去拆你的这个圣坛 身上做的是一个林肯 没有去做BKB 他选择先出林肯 然后再出BKB 也是个慢 这样的话 大克飘走 然后再接一个跳刀 过来以后要反打了 这一大招先定住 然后呢 用F躲掉你所有的技能 出来以后 卡尔之给了一发天火 但是水人又过来了 水牛跳进来 砸在地上 以后Facebench一个平A 半血就没了 又是一波双杀 抽神 NC张比赛这个 这个发挥的太好了呀 这个发挥的太阻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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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跳刀加B张 然后下一张被准备出的是一个紫苑 准备去耕一个紫苑做血截来去作为击杀对方水人的一个依赖的动作 哦呦 这里跳一下躲开你的一个吹风 然后波浪形态回来 接着穿你的小路高地 RG给上一个推波 这里水牛接着跳走 又是一千多的攻击力啊 变回来 一千五个攻击力 直接打掉这台 攻击力太高了 水都25级了 什么什么呀 就25级了 这事 他真的省得他就25级了 诶 这 这直接秒吗 没秒掉 还好 还好 这个地方没有秒掉 差一点点 他最后的波浪形态没有中 波浪形态打中的话 就秒了 这场比赛怎么感觉 巨头树是什么都没干 就赢了 巨头树出了个飞鞋 刷了一天 然后就赢了 这一个没看见 光法又被秒了 光法现在基本上就拍地板上 拍地板 然后变回水人 一个平A就秒了 没有任何技术难度 跳过来以后 直接把中路的高地塔 这里又就定住了卡尔 一套技能 一个波浪形态 一个平A 顺秒 白笔刘又变成了水人 再跳回来 给晕了一个三秒出来 天怒技能给上 水人这个地方被秒了 漂亮 神牛的一个技能 把对方的幻象清了 七七八八 去毒数字上来 给大招 水人这个时候身上有37的存款 他的买活胜于是2000块 购买飞鞋 但是他没有买 让自己的队友去 直接做收尾工作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护影这个 顶着对面剧毒的毒刺大招 给切毕章可还有点秀 这个操作很极限 虽然并没有什么卵用 对比赛的这个结局影响 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这个顶着对方剧毒的毒刺加 让大招切出来毕章 这个操作还是有点秀的 中路高级高破两路没了 那么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应该是0比2输给TNC了 不不意外的吧 想比赛这个 PP 我说这个漂亮的就是三号位 是这样 我觉得这块下一点装备应该是做撒旦了 做撒旦了 应该是 你可能想要重复你的最后动作 撒个撒旦 这届比赛 讲道理 TNC的状态是真的好 这届比赛 我这个 从很早之前 我不就再跟大家说了 我说TNC这届比赛 是跟 EG 跟现在的这个EG 还有哪支战队来着 我之前说的 好棒 最有希望夺冠的 对 这块兽王一个大招 吼住了 仙芝 漂亮 这里是天怒加让兽王加卡尔的一个天火打上来 把仙芝带走 但是这两个人是被对方快速支援过来的人 感觉是要找到 哎 帕克一个大招留住 这样的话 兽王被定住了 这兽王尴尬了 这个地方兽王被定住的话 他们只换了个卡尔 卡尔又没有买活 这个仙芝身上现在是一个E级的大根 帕克身上是一个5级的大根 这兽卡尔又是被这帮的水牛过来拍了个地板 哎 这个光把这个本台给了 光把这个球给出来以后 看看水的波浪形态出来 直接秒掉卡尔 给跳过来以后 对方的这个球还是管用啊 水人弄断弄死的 这个地方水人变回来那就完了 水人变回来可以直接跟你对就行了 现在撒弹也有了 视频里面是骗子的先知 先知买活死了 但是问题不大 水人已经枪无敌了 这会水人跳上来 也和帕克追到很靠里的一个位置 CK拉过来 这里风筒直接解掉自己身上的沉默 打开一个F 等到跳到CD以后直接出来 卡尔什么输却 卡尔刺杀八死七路中 这个水人上来一条技能 顺秒掉一个心情的天诺 天诺又是给上了一个 给上了亚托斯 但是没有定住水人转身 再去找一下混沌 混沌直接被带走 那么这样我打出GG 让他恭喜TNC 两场比赛2比0 战胜的E-Home 拿到了第一个 拿到了第一个这个 晋级到淘汰赛胜者组的名额 那么E-Home还需要再去败者组 打一个败者组的决赛 我没记错的话 败者组的决赛应该是在明天打 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明天打 好了 那么这样 这场比赛结束 我是桑卡达书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的话 不要忘了收藏订阅我的频道 个人还是希望中国队能够再接再厉 能够加油 不要过早的在败者组相遇 还是努力去争取一个胜者组的名额 让咱们中国的DOTA的一个观众 还能够在胜者组多看到几只中国队 希望能够他们努力吧 我是桑卡达书 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带来下一轮的比赛 那么由于这边A组已经打完了 今天的比赛我没记错的话 A组这边应该就已经打完了 那么接下来应该会选择给大家去播IG的比赛 那么IG的第一轮比赛的对手是BC战队 好了 我是桑卡达书 咱们下车比赛见